大家好,今天我来跟大家解析一下 我是如何在这台PSR-XX900上面制作《黑神话悟空》这首歌曲 首先我们先讲一下鼓主的部分 因为这首黑神话悟空它使用的鼓主 它的原曲使用的鼓主是 一个cinematic percussion的鼓主,也就是电影鼓主 这个鼓主是不存在于 任何PSR系列或者是Genos系列的电子形上 所以一般上目前只有Genos II有这个鼓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以 搭配其他鼓主来营造出 类似的效果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鼓主的部分 首先我们看一下我这个鼓主 这首歌我动用了三个channel来做这个鼓主 所以在使用了这些鼓主之后,我们再扣除 Bass的部分 实际上我只剩下四个channel可以做 可以塞入其他的 其他的伴奏的音色 所以鼓主的部分 首先一开始 我们先说一下这个 鼓主 这个鼓主我使用的是一个叫做 泰鼓的音色 然后这个泰鼓音色就是 这样的 我演奏给你们听一听 它就是一个 就是那种 好像 好像游戏场 游戏场里面那个泰鼓 的音色 然后这个音色的话 因为泰鼓的话 我是需要 你要做出 有很多 人同时击鼓的那个效果 所以这个时候 你可以看到这里 一个鼓 在同一个拍子我塞入了大概 三个 鼓 甚至到五个鼓都有 三个到 这个就是五个的 所以一开始的话 我们来听听这个效果 所以一开始是一个好像一个 持续性的 然后 之后我是 就是五个一起 击鼓的那个效果 就是这样录制的 所以 所以 整个效果就是这样 就是很多人击鼓的效果 OK 然后 这个还是不足够的 因为我还需要搭配一下 搭配一些 Chinese key 也就是 中国民族的鼓主 然后 这个鼓主我做了什么 我们听一听 OK 所以这里就是有一些 普通的 这个 这个螺的声音 然后 有 那种 中国鼓的 都是这些音色 然后 把这个搭配 泰鼓的话 就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中国鼓是 达到一个点缀的效果 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鼓主 这里 OK 在前奏部分 我没用到 我没用到这个鼓主 这个鼓主的话 也是我一般 常用的 Real Drunk Key的鼓主 然后 同时我也插入了效果器 我看一下效果器部分 效果器这一次我使用的效果器 还是一样 是一个 是一个 V distortion hard的效果器 然后 这个效果我就 开到多少 看一下 开到 45 45左右 一般上 其他歌我是开到60 这首歌我就开了45 所以就是 给它呈现出多一些 中国乐器的 那些风格 然后这个 泰鼓就是 就是 增强低音的部分 然后 因为这个 中国鼓 它敲击了那个鼓的声音 这个就比较薄 就和电铃鼓是少的那个气势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 其他乐器的部分 OK 我们看一下其他乐器的部分 最后这个 我也是根据c major 计算 计算 计算出来的 就是 有一些 是使用一个 唱音的那个 弦乐 我看一下 Base的音色我使用的是一个 这个音色 这个Base 然后 这个唱音的音色我使用的是 斜的这个 音色 然后 然后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就是 这个音色 我使用一个 Mega Mega Voice Large Shring 我使用这个Large Shring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这个音色 很多 比较低 比较 低阶级的 琴也是 有支援的 如果用 斜的Shring的话 可能 可能一些好像 SX600或者是11A1 就不能使用了 OK 实际上 效果差不了 差不了太多 OK 所以这个部分就是前奏的部分 如果说我来演试一下 这个就是整体的效果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我使用这个是 是斜的 这个Stackato的 Shring的弦页的效果 的音色 OK 下面讲一下 第2个部分 就是 OK 这个节奏是接上去 刚才那个 刚才示范的那个 节奏里面 所以就是 音色方面 他也是用 跟前面一样的音色 但是 叠加了一个 琵琶的音色在上面 然后 这个 音量的控制 所以这个是跟前面的没什么两样的 像我们看第3个部分 因为第3个部分 这里是 这个音色 因为在这个部分我们需要 将整个人的声音 提上来 来营造出那个气势 那个气势 所以这个我使用了两个音色 这两个音色 我还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说第1个音色 我用的是一个 就是合唱的 我们听第1个音色 这个是 啊的那个 人的合唱的声音 然后另外一个是 哦的声音 这个是 这两个声音 一个是 一个是负责高音 一个是负责低音的部分 然后 这个声音我开了一个叫 Harmonixer 我们看一下这个Harmonixer 设置 OK 这个我是设置了一个 就是8度音的设置 然后 我指 我指名在 右手第3个 因为右手第3个 这个就负责了 低音和中音的部分 然后加上R的声音 重叠 这个R的就是高音的部分 所以就 营造出那个很多人在合唱的那个效果 这里我没有使用好像 就是 根据Core 来增加黄弦的效果 因为我觉得这个效果听起来 不太适合 这个 这首歌 所以我只是用了一个 高8度 低8度音的 加上另外一个 Render 音色 在负责高音部分 所以就已经做出这样的效果了 然后这个还是不足够的 因为这里的话 我还对这些音色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音色修改的部分 这里 我做了一些 颤 颤音的处理 看一下 颤音的处理 对 我做了一些颤音的处理 听起来就会 在尾部 就是 延迟了一段时间 它就 它就 直入那个颤音的效果 同时 这两个音色和 两个人的音色我都加入了这个颤音效果 所以我都加入了颤音效果在这两个音色 然后 这一段要突出它的效果 我还加了一个 管乐 谢谢 谢谢 也就是我时常用的 stopper horn的效果 因为这个音色是 是那个 超清晰 音色所以有时比较 比较难控制 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会 通常我都会对这个音色做一些修改 比如说 我将它的音色的 这个 Touch sensitivity 我会 调到蛮高的 所以就是不管你轻轻按 还是 还是处理按 它都能 呈现出那个最大声的效果 不然的话 这个效果 你太轻按的话 它就 不会出现在一个 很红亮的效果了 所以这个音色我做了一些处理 然后这个 毕竟这个音色是 垫底的音色 所以它不需要 它不需要控制很多那些情感的东西 所以 这整段的效果是这样 现在我们讲一下节奏的部分 这段节奏的部分呢 谷主方面有些不同 因为这个之前就说过 这两个还是一样的 这两个谷主 一个是Chinese Kid 一个是泰谷 这两个的话 我们听听这两个叠差的效果 其实和前面的都 相差不远 这两个是这两个 这个是这两个 先关掉一下 如果说就泰谷的话 是这样的效果 这两个是 这个谷是 我是这样打的 Das 在比较 重击的部分 我就下比较多的 琴键 在比较轻的部分 我下三个琴键 就变成这样的效果 但是这个做法的话 就是说你的整体的复音 因为这台琴就有128复音 所以我们在复音控制方面 必须做一些优化 所以这种的做法 使用三个鼓主 就是会占用大量的复音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中国鼓主 大概是这几种音色 也是一个敲击的 也是这些 中国鼓的一些效果 就是这些鼓的下浅度不足 所以我就使用了泰鼓 然后还有另一个鼓的差别是 这一段的鼓要更有气势 所以这里我使用了real drum key加效果去 所以通常我会加 OK 这些就是在第一个重拍的时候 它会同时演奏这几种 然后 这一个的话 可以看到这些重拍的地方 我都会用这几种鼓主 这几种鼓主 再加上效果器的话 就出来这样的效果 嘴底气势就这样出来了 然后如果是我加上全部鼓主的话 就变成这样的效果 所以这个是这一段鼓主的部分 我们来说一下它其他的乐器 我用了几种 Base的话就没什么差别 Base还是同一个音色 然后演奏方法还是一样 所以我们就不看Base 我们就看这几种 听起来是乖乖的是吗 因为这些我都是根据 运算过后 根据CM就制作出来 所以你不管在弹什么chord 它都会根据你的 你的和弦来 修改来变化 所以这个可以看得出 我们的这个chord的部分 我是使用一个人的声音 也是这样的方式 然后这个brush 我是用一个golden trumpet的brush 大概是这样 这个就是我最喜欢用的一个 symphony horns的 所以这个就负责那个部分 就是那个负旋律的部分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这个音色 听一下效果 所以这里就是我们这一段的 这一段的整体 如果说我把 这里我把鼓主拿掉 我们只听这些音色 结合合弦的话 是什么效果 如果说我换去A minor A minor的话 就是这样的效果 所以都是会根据和弦的变化 来改变整个整体的效果 这个部分我们说好了 就看下一个部分 也就是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 其实就很简单的 orchestra 跟symphony两个音色 结合 然后左手的部分 我也加了一个symphony的音色 所以听起来整体就这样 加上鼓主的话 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们现在看一下节奏的部分 节奏的部分 鼓主还是一样 这三个鼓主和效果 其实都一模一样 这个部分 这个泰鼓演奏的什么东西 我听一下 也就是一样的 泰鼓的演奏的方式是一样 也是这样的演奏方式吧 然后 明乐的鼓主的乐器 我们看一下这个部分 其实可以看得出 就是节奏也是这几种乐器罢了 然后另外一个是 模拟电影鼓用的那个 real drum key加效果器 其实也是这几种 你可以看到整首歌都是这几种音色 而且你会发现 这个 F1和G1的这个音色 通常我都不会超过69 因为69到70是 70是另外一个音色了 另外一个采样了 所以我都维持在最高 最高69 除非是在需要 突然间 要 就是突然间要重击的时候 我才会用70以上 一般上我都用69 OK 然后就是这样的效果 挺进 Bass的话我就不说了 Bass就是跟前面的差不多 然后这里 这里的这两个 chord 我没用任何的音色 我没用任何东西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两个brush的部分 我就做了什么 这个也是用Symphony horn 这个也是用Stop horn 所以这两个音色研究了什么东西 也就是这样罢了 所以整体效果就是这样 现在我们讲一下的是 就是chorus的部分 这个部分就蛮多东西可以讲了 我先讲音色的部分 这里有一个索纳的音色 然后这个音色其实应该也不是索纳 但是就是这是一个扩展包的音色 就是在就是预装的一个扩展包 在Orientor里面的这个音色 然后这个音色 如果是你普通你只是选这个音色的话 效果是这样的 插了很远 即使高8度的话也是差好远 所以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些修改 比如说效果器方面 第一点我先将这个音色提高8度 因为我要把整个拉下来 所以我这里提高了8度 这个音色已经自带了那个效果器 自带一个distortion的效果器 已经有一个效果器插在上面了 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 我需要再插多一个效果器 来营造出那个燦音的效果 燦音的效果 所以我就在这里插多一个效果器 在modulation这里我选了个燦音 这个 这个效果 然后我在外面点击这里 然后将这个pq拉高 这个frequency拉到大概是靠近30左右 它就开始有一个参音的效果了 然后这些参数我还可以再调一下 这个pn我调一下 大概是这样 然后再改一下这些 这些 就差不多了 然后我觉得这个声音有点太过 太过尖锐了 所以我调低一些这些 然后再加上 这个音色 因为这个音色的话 我现在恢复一下我的注册机设定好的音色 我们看一下 这个音色这是我已经调整好的效果 然后这个的话 效果器我是用这几个参数 然后 嗯 所以出来的效果是这样 OK 我看一下 如果我把这个关掉的话 我们看一下上面这个V distortion 我开了多少 这个我开到完了 这个因为初始是12左右 我开到了127 所以它营销出了这个效果 OK 剩下一点就是 这两个音色是之前用过的 一个是boy coil or的音色 就是这个 然后一样 我开harmonics 这个harmonics就是高 就是八度叠加 八度叠加 在right one 这个地方也就是这个boy coil的声音 这个人声的声音部分 如果关掉的话就是这样 就厚实度就少了很多 然后 这个部分的话 第二个音色就是 啊 stop horn的一个音色 全部都是用回之前已经调好的 然后 加上最后一个那个sona的音色 也就是这样的效果 然后 这个东西 我还做了一个设定是那个啊 就是脚件 的部分 脚件的部分 我设定了第一个键 第一个脚 脚踏板是 啊 滑音 然后我只选第三个音色 右手三 右手第三声步也就是 啊 那个啊 sona的音色 滑音 再第一个踏板 OK 然后这个speed 滑音的速度为设 这个是我的设置的参数 所以我踩下的时候 它是向下 大概啊 就是 二的话就是说是一个 一个全音的意思 下一个全音的意思 OK 所以这个是音色的部分 在这里可以看到是 我左手部分是没有开任何 啊 音色的 OK 像我们讲节奏的部分 节奏的部分的话 我们看一下节奏 OK 节奏的部分 其实跟前面的都差不多 前面有一段也是有类似的 那个 嗯 节奏 这是泰谷的部分 也就是这样的 OK 然后 这个Chinese谷的部分 OK 我们看一下这个Chinese谷的部分 所以也是这几个谷主 搭配出来的效果 OK 剩下最后一个就是一样 Real Drain Keep的谷主加那个效果器 都是同样的参数 所以这个是这样的 这里我用了69 我设置在 力道设置在69 OK 这四个是一组 第一个音 然后这四个也是一组 第二个音 所以它的参数有些不同 比较小声一些 比较小声一些 好 这里这里四 我还加入一个 小声一点的那个 这个谷主 所以整个效果是这样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这样的效果 我们说一下音色的部分 音色部分的话 这个也是一个Boy Choir All的音色 这个的话就是 也是Golden Trumpet 其实是前面的大同小异 Symphony Horn 加上这个是Stop Horn 所以这四个音色几乎没什么变化 就是这四种音色 然后这四个都有负责不同的东西 OK 然后这个的话呢 OK 然后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营造出那个低音 比较穿透力的那个效果 低音的穿透力的效果的 管乐的效果 这个的话 这个就是负责复音的部分 如果说我把鼓主关掉的话 出来的效果是怎样的 我们来听一听 好 OK 这个就是chorus的部分 然后chorus的话我们就有两种音色 就是这个 然后这里会切换去 这里换成Golden Trumpet 这里就是用那个 Sona的音色 这个是Golden Trumpet 然后再换回来 OK 这个就是chorus的部分 然后最后的部分就是 其实这里没什么跟前面也没什么差别 这个也是这样的音色吧 然后进入结尾 OK 所以结尾部分也是这样的 这个也是用回之前 在第五摄子头的音色 是一模一样的音色 然后这里换去伪咒 所以这个是 这个是我编这整首歌的一些细节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